那我是覺得說你真的要當真來面對這個事情 或者的話 你看這樣又過了兩年之後 我們還是坐在這裡 那現在又沒有一個進一步的改革 社會看不到你要改革的決心的時候 這一題是完全沒辦法去說這樣就算了 就是說這是不可能啦 不可能就是說這樣算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不公平嘛 那外衣間這個在國外基本上 為什麼一般的監獄這種中高度的這個介護的管理 那要到這一種外衣間這個比較低度的管理 或是開放式的這個管理 無非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長時間的禁決於這個社會 對於這個受容忍要復歸社會來講 不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所以才會有這個外衣間的這個存在 那這個制度基本上 實證的研究也覺得說 對這個受容忍復歸社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外衣的制度變成是一個充滿階級式的這種權貴 尤其是說高度的 跟這個你有權有恃相關嘛 這是大家所覺得沒辦法接受的 那你可以看到實證的這個法務部的統計啦 就是說現在這個重大的經濟犯罪 這個犯罪所得超過五千萬以上 有33位在外衣間裡面 其中只有9位繳回犯罪所得 有23位 根本一毛錢都沒繳 那一毛你詐騙了 或者是重大經濟犯罪 可能是上億可能數十億 結果到最後結果 法院好不容易判刑定驗了 然後到這個監獄裡面的時候 哇不到幾年 然後就可以到外衣間去 而且他一毛錢都沒有繳 這樣怎麼能夠叫做圈毀實據 所以我在上一次的時候 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就一直在主張說 應該是這個重大經濟犯罪跟貪污 這個所得 不管是這個民代 不管是官員 甚至法官 法官貪污這是害人聽聞的事情 這國外幾乎是歐洲國家 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結果法官貪污三億之後 一毛錢都沒有繳回來 判了之後到監獄裡面去 很快就到外衣間了 外衣間是一天關兩天 這個縮行制度 這個我們也有提出改革 應該是要回歸到一般的理禁儲義 因為一般的理禁儲義就有縮行的 不需要像外衣間這樣 這個關一天等於敵兩天 然後呢還可以放假 所以這個大家是沒辦法接受的 法官貪污不只是貪污而已 他冤枉了多少人 多少被他經手的案件 本來應該判這個對的 然後結果都因為錢的關係把它扭曲掉 這開玩笑 所以我覺得法務部也應該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一個司法人員 法官貪污 結果能夠到外衣間去 然後一毛錢都沒有繳回來 這是大家完全沒辦法接受的 立委這個坐牢一樣 立委坐牢竟然也一下子就到外衣間去了 行政院秘書長判刑之後 也到外衣間去 這事完全沒辦法接受 然後一毛錢都沒有繳 所以就這部分 這個大體條論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就是說其實重點非常清楚 是這個有權有勢 你要解決是這個問題 外衣間是個好的制度 但是在台灣 跟歐洲為什麼會不一樣 就是因為你讓有權有勢的人 根本就沒有圈毀實據的情況之下 你盡管讓他到外衣間去 這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 那我必須要講說 其他黨團提出的這些修法我是尊重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在服兵役的時候 我在國防部台南監獄擔任監獄官 我必須要講說 今天一個無權無事的人 哪怕他犯了一個重大的犯罪對不對 他要去外衣間比登天還要難 法務部部長在這邊很清楚 有六萬多名收容人 現在有六萬多人 五萬多人裡面能夠去外衣間 包括我們的明德外衣 包括巴德外衣 志強外衣等等這些外衣間的人 是少之又少啊 那個除下去的比例不知道有沒有百分之一啊 所以 一個無權無事的人 即便他犯了重大犯罪 他要去外衣間 雖然你這樣會限制 但是實際上來講 他本來就很難去的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是 有權有勢的人 貪污的重大經濟犯罪 那這些人 他到底要怎麼透過一個公平的方式 然後不要是透過特權的方式進去 那所以講回來最後一點就是說 當然其實有的黨團也有提出來說 這個臨選的過程裡面應該要錄音錄影 這個我也支持 就是說你臨選的過程 大家就是認為說 你是充滿了黑箱嘛 那你要怎麼讓他進一步的公開透明 這個應該是一個討論的重中之重啊 謝謝主席